哈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您今天准点打开收音机 收看这个小时的节目 今天有开直播 现在是下午的3点01分 您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高雄快乐电台FM97.5 快乐阿霞的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蔡秀霞 阿霞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台湾高龄化了 那么我们台湾因应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很多的长期招呼机构 如雨后春笋般的非常多非常多的设例 那么到底你们家的老人 遇到需要去长期招呼机构住的时候 您要怎么样挑选好的机构呢 今天阿霞邀请到了一个非常专业 在我们高雄非常有名的 长照机构的护理之家的负责人兼执行长 就是我们博政护理之家贾本音贾主任来到的现场 哈喽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么本音我们认识很久了 非常非常非常久 非常非常久大概多久 不要讲好了 讲出来会生出我们的年营 对真的很久了 非常久非常久 那也代表着说呢 呃本音在长照机构的这个地位呢 非常的 不是不是不是 非常的生机 非常的浓厚 那非常的专业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呢 在节目中能够邀请到 我们的贾本音贾执行长来到的现场 那么本音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 你在经营长照机构的之前 呃你的学历经历 是是是是 好本来就是我是做 呃就是也是跟您一样就是学护理嘛 其实我们最基本护理人员法就是 呃希望我们出来开业 所以对负责人的资历一定要是护理人员 是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最基层的呃 呃护理学校毕业之后 嗯哼 那后来因为也是边上班边工作 嗯哼就是包括接受二专的一个护理的训练 是 那二专完了之后 大概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经营护理之家 就会发觉就是身体跟心理其实是一样的重要 嗯哼 所以在照顾身体之余 我们就认为心理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又去念了社工 嗯 念了社工之后在这几年 我们可能又认为说 其实负责人也要面临经营管理的问题 嗯哼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念护理的时候 就是很怕念数学 所以有个笑话就是说 对啊 数学不好的人一定要念 就去念护理 对对对 就去当护士了 可是后来因为当了负责人 可能要面临很多一些报表啊 一些分析 嗯哼 所以后来在这几年我们又念了那个 EMBA 就是学习管理的部分 对 哇那你多方面学习 又是护理师 嗯 又是社工 然后又是管理 会计的部分 远见 呃想要出来开 嗯 护理之家 呃是什么样的机缘 是其实也不算是远见啦 嗯哼 本来我毕业之后 其实在呃临床 大概呃 从领口长根到高雄长根 大概有五年的临床经验 嗯哼 那后来就是因为碰到结婚 也碰到一点瓶颈 就后来是出来做医疗仪器公司 嗯 所以当我做医疗仪器公司的时候 其实就碰到 哎怎么这么多的家人需要一些医疗用品 嗯哼 那有一个机缘啊 其实也是有碰到有贵人 就是说呃 搏证医院刚好也有呃 应该是有空床 因为见老宝转换的关系 所以就那也有这样的需求 很多骨科的呃 病人开完道之后需要照顾 嗯哼 那也衍生刚刚我说的 就是有一些医疗的呃 用品的需求 嗯哼 那就刚好就是这个机缘就到了搏证 就是做开始做护理之家 就开始经营护理之家 经营到现在22年了 是是是是 那么我相信哦 很多的民众哦 到现在可能都还是搞不懂说 呃 在民间啊 有一些什么长照机构里面有包括 护理之家啦 然后又有养护中心啊 然后又有那个什么 呃 那个农民医院的后送的 那到底这些护理之家跟养护中心 有什么差别啊 好我们就这样来说哦 其实这几年长照2.0开始 从1.0到2.0 一直都在讲滚动啊 嗯 所以 阿翔其实跟我也是同意 其实我们也一直要滚动 其实这几年从以前开始到现在 都就是这几年变化特别大 所以就名称也其实我们护理之家就没有什么变 可是未来可能也没有这个护理之家的名称 嗯 那对于民众来说可能就会说 到底那不是安拥 我常常会听到这样子 其实在政府界定上像我们护理之家就是在卫生局或者是卫服部 但是在养护所跟长照的部分大概是属于社会局 社会局的部分 其实它的编制跟照顾的部分也稍稍有一些不一样 像我们大概是因为护理人员职业 所以希望就是比较重症啊 所谓的三管啊 需要技术人员的部分 当然就是晚上配置的护理人员也需要三班 其实就会有一些微差距 可是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 其实他就要去选择说 你这样的一个长者 他需要怎么样的照顾 是身体照顾 还是一些只是需要技术性的 还是包括技术跟生理 其实就是要做一个区别 是所以听起来的意思就是说 护理之家跟养护中心在人力的配置上是不一样的 那假使说今天有一个民众的家里面 他有家人是有管路的 对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希望就是到护理之家 不过现在有一个长照中心 就是长照型的 就是未来可能我们护理之家 也会走入一个住宿型 就是同整啊 到目前还是有护理之家 可是我们知道养护型的话 大概就是不能收管类 可是长照型它的比例跟护理之家 又是一样 所以其实未来会希望就是更清楚 让家属更清楚去选择 怎么样对长辈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 最好的一个照顾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家里的长辈 那他是没有管路的 也就是说他病况比较轻微的 可能还可以稍微治理的 那么就可以不一定送到护理之家去 就可以到养护所 到养护所去 那么可以到护理之家去吗 也可以 所以都可以 也就是说护理之家 他的收案标准会比较大一个意思吗 那养护中心就有收线 就可能就是管类技术性的部分就会有收线 这样子的话 那如果说我开养护中心 我偷偷的收会不会怎么样 可能就不行 这样就违法 因为他的配置标 设置标准 配置的能力就不太一样 所以护理之家跟养护中心 在设置标准上 本身护理之家的标准就会比较严格 对对对 是 所以就是比较严重的才能够放到 所以就是一般民众大概 这一点大概就要掌握一下 对 其实我们也 其实我们做机构 整体来说 现在政府在退 也不完全一定要到机构 包括我们现在有的居家服务 日间照护 其实现在都已经整个都进来了 是 所以其实长辈的选择更多 我们也希望长辈不一定要机构 其实我们自己在做机构 我们也希望其实长辈提供的就是一个 在宅 对 就是最需要 去家 对对对 最需要他的啦 我是觉得又最需要他 就是现在推动的一个在宅老化的意思 但是真的你在家里没有办法照顾 像油管啊 气切啊 导臉管 真的需要一些技术性 当然你还是要到一个专门的机构 比较专业的地方去 当然当然 如果说这些人回到家里去 有可能 讲实在是说这些老人 他有管路的话 他必须要换管 那定期换管 是麻烦 而且讲实在 他有可能没有办法治理 他有可能两个小时必须要翻身 那么24小时都要有专业的人 在旁边照顾他 对啦 当然他有一些配套 像居家护理 也可以在家里换管子 可是整个对家属的负担 我觉得不是生理的负担 家属当然心理的负担也很大 所以你说 其实像油管路的病人的话 其实他不一定要到机构去 他也是可以放在家里 可以在家里换管 医院对 像龙总啊 很多很多单位其实都有居家护理单位 很久就有了 其实可以到家里去换管 所以说如果说有这样子的老人 他在家里有管路 他不想要到机构去接受机构式盗户的话 他在家里的话他可以申请 居家护理 居家护理 我觉得现在跟我们22年之前来说 这样说了可能不太好 就是现在生病好像比以前 生病来的幸福 这样讲 这样讲 就会越来越进步嘛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真的很进步 我觉得很多年前 我爸爸生病了 那时候为了要带他 就买一台比较大的车 可是现在可以在满街上 都看到那个无障碍车 我觉得这也很幸福 不希望就是为了要吃鸡蛋 就要养鸡啊 或是就类似这样啦 要喝牛奶不用养一头牛在家里面 去Seven买个牛奶就行了 我觉得现在真的 我觉得政府做的也是很棒 不过我们民间可能大家也要一起努力啦 是那您经营护理之家有22年之久 那么你有感受到说 你22年那时候刚开始设立的时候的经营 跟现在的经营 什么时候比较好做 我直接真的有点复杂 因为以前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所谓的照顾服务员 大概年龄都是比较偏长 大概55岁60岁左右 也是指照服务员 是是照服务员 就是说照顾长辈的 在机构照顾长辈的 大概就叫照顾服务员 我们就讲照服务员好了 那时候我记得我印针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大 而且偏失婚的多 失婚的 就是说可能单亲离婚的 对对对对 可是现在我觉得慢慢很多年轻的小朋友都出来 而且很年轻的也都有加入 然后那个时候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啦 可能家属在这个部分的 要求是这样讲吗 就是说好像也比较容易有一点点满足 那因为22年之后不是关我们 其他在医院的医病关系也很紧张 所以我们相对的也很紧张 所以反而现在比以前还要来的不容易经营的概念 你觉得不容易经营 现在目前机构经营最让你觉得最不一样 比较不洗手的人 对包括家属包括员工都是 人是一个大的问题 其实现在很多家都盖得很漂亮 只要有钱 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跟不认识的人都会说 我们想要盖一家因为这样景气不好 其实我觉得花钱盖一家是很简单的 但是你盖好之后你要有人去经营 对 这个很重要 人就是资产 对不对 人就是资产 所以我觉得复杂的部分就是人 家属也复杂了 员工也复杂了 当然我们面对像卫生主管机关 对我们的要求也复杂了 是所以现在比以前还要来复杂吗 我觉得 严格多吗 对是是 但是如果严格是出发点是好的 我觉得是好 但是如果是 呃不是这么 呃不是这么 有时候可以稍微放手一下 或者是 有时候不要管得太严 呃就是对 就是学者的观念跟实物的观念可以再再平均一点 再平均一点 哦对 因为这个平均制度你我们也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有时候就觉得他的一些平均的标准有时候是真的写的太 就是过于不及都不好 我记得有年啊 是 有年 他说要戴白手套去摸电灯 然后我们就买个白手套那一年我就觉得啊 其实摸电灯他戴白手套去摸所有的灰尘耶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 真的 会不会 真的 我记得那一年很好笑 然后还要买一个燕电灯的 就是说其实是可以要求 但是过了就不好 呃真的有时候真的其实有时候希望说 呃政府机构在思考的时候应该要想一下 其实我们在机构都很忙的 是非常 呃因为要照顾人 你知道面对的是人人是千变万化 尤其是一些病人 病人的你知道他生病的心情都 不该好 对 有时候面对的人所以呃我们要照顾他们 让他们身心灵都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的时候 嗯 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是 可是呢还要应付贫贱的体系 对那还要照顾这些著名的家属 还要照顾我们的员工跟同仁 真的 所以其实面向很多啊 嗯 面向很多 所以有时候我们希望说贫贱的内容指标 应该是可以在落实 应该是要请像我们业界这么优秀的人去 去写那个指标 这样子会比较落实一点 可以在 在 可以在 不要都是请那些学者从来没有经营过护理资教员去写那些评鉴标 笑笑你讲这样会不会太直接 下次你评鉴的时候 完蛋了 对啊 下次下次你评鉴的时候 可以收回吗 收回收回收回 刚刚只是随便讲讲聊聊天 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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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是 我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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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聊聊一下 像一般来讲可能很多的家属 然后他想要去机构 那他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他现在其实有规定一些 除了就是我们希望有病灾 就是希望医院 如果你是从医院端出来 我们就希望有病例灾药 当然因为我们是群聚生活 他需要相关的一些体检 像一些阿米巴利籍等等 大概就是希望来的时候 抽血检查 是是是 那些我们都希望做 为什么要抽血检查呢 我认为是说 他就是像我们员工 其实只要到报道机构 到一个机构来 其他基本的资料都要给我们 那我们也知道说 到底病灾跟他的抽血资料 有没有部分是吻合的 我觉得这个在团队评估的部分 都有需要 这是基本资料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有要求说 只要病人要入住长期招呼机构 都要有一些检验报告 而且这几年也就是有个隔离室嘛 就是如果你的报告没有出来之后 你要依规定先去住隔离室 等到报告出来之后 你才可以离开 这也是一个感控的一个要求 是怕说万一这些病人 他可能身上有一些 群聚的问题 会传染的疾病 那还没被发现 你就把它放到那个病房里面 可能就感染到其他的住民 因为毕竟住在长照机构里面的住民呢 都是比较抵抗力比较弱的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除了这个抽血检查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必须要准备的吗 病灾嘛 病灾 那当然其他的生活用品嘛 或者是你意识清楚 比较 你家意识清楚的长者 我们会希望他可以带一些他自己 比较熟悉的东西 比较熟悉的东西 比如说呢 病况关系要住机构 尽量如果方便的话 还是允许他带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 是 会觉得比较安全感 对 真的会比较安全感 对 好 OK 现在时间呢 已经来到了下午的3点17分06秒咯 亲爱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高雄快乐电台FM97.5 快乐阿霞的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蔡秀霞 现在接受阿霞访问的是我们高雄的很有名的博政护理之家的负责人 间执行长贾本英 贾执行长在节目线上 我们休息一下喝一口水 进个广告 亲爱的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哦 小时都变 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需要 身体 在烦恼 所有的烦恼 在这家 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跟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飞享文 我们如果要睡真正 飞享 让我们自己的 完成资助 早生 我们的心来 会更平静 便会给你个人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阿乐 我想租车带家人出游 你有好建议吗 那就找全球租车啊 全球租车是外交部指定厂商 全台专业附驾 各种车种 包含里车 轿车 休旅车 大巴 中巴 小巴 全球租车公司应有敬仰哦 哇 那实在是太棒了 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哦 商务接送 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就叫全球租车 电话 078133402 8133402 好的菌 让您健康舒畅 坏的菌 让您病奄奄 敏苏青 寡糖业菌 给您维持一身轻盈的体态 沿选11株复合式活菌 维持健康的体质 帮助消化 排便顺畅 调整体质从小开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现在 敏苏青 寡糖业菌 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 0809 092 898 这是一个上街快乐的所在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上街 自由的所在 快乐爱台湾 尚印尚有爱 尚快乐的电台 尚印尚有爱 尚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报榜 加艾克医生 我上次有跟他提 哈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继续回到 快乐阿霞的节目现场 现在接受 阿霞访问的现场来宾 是我们高雄的 博震护理之家的 负责人执行长 贾本音 在节目线上 接受阿霞的访问 本音呢 他是我们高雄经营 护理之家非常的资深的 而且经营非常好的一间 护理之家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到 贾主人来到线上 那来跟我们谈一些 护理之家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如果说 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呢 如果说您对 相关的问题 您有想要 有疑问想要提出的话 您可以打 现场的call in电话 电话是079510975 079510975 或者您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官网去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 或者您可以到阿霞的脸书去收看 或者您可以在阿霞脸书下面留言 马上可以帮你解除你的问题了 那今天谈到的是护理之家 那像要经营一家护理之家 说实在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出去都会想说 被人家问说 本营啊 现在老人这么多 你开这行的 现在是很贪 还有现在最烦的 最烦的一个职业 你的感受呢 其实很多都是外表看 其实非常辛苦的 非常辛苦的 对 我觉得可能不是随便讲一讲而已 真的外行人在看 真的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讲 像我们经营比较久 其实是因为已经 头毛洗下来 有头毛粉 也是要碎碎的冲一冲 其实从 继续把它做好 以前到现在哦 我在做这一行的时候 我都觉得 其实真的身心是很辛苦的 真的哦 对 但是我老公跟我讲说 其实你做这一行很好 因为你又是做好事 但是又可以从做好事赚钱 这样子赚薪水啦 我就觉得好像也是 因为其实做每个行业都是一样 可是这份工作好像特别 特别不太一样 就是我有时候在想老人家一辈子 辛苦这么一辈子 在最后面 就是如果你有能照顾他 好像其实也是一个 还真蛮好的工作 对 就是说 在一个人的人生的最后的一个阶段 能够跟我们有缘 然后可以 住在一起像家人一样 这种感觉的意思 因为真的很多长辈 年轻真的是 不管不要说风光伟业 真的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轻真的很辛苦 有些是老板娘啊 就打拼了啊 有些是教授啊 有些是法官 其实 以前他们真的都是生活也是很辛苦 然后在社会上也有贡献 可是他当他生病的时候 就是真正需要你照顾他 那如果我们能进我们自己的专业 把他照顾 真的像您说的就是 陪他走一些最后的路 最后的旅程 我们也是缘分 然后大家也希望这些就是圆满嘛 是 其实住在护理之家里面 长照机构里面的这些老人呢 都是过去的英雄好汉 是是是 对然后 其实说实在也就好 我觉得跟他们聊天是个很快乐的事情 对对 他们会讲一些你 可能可以少走很多路的一些经验给你 而且我也发觉 这些长辈很容易满足 很容易满足 对 就是说 其实你早上只要问个好 然后呢 中午就说 哦 要吃饭了 要去睡了 但是简单的问后 其实他们就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满足啦 就是跟我们在外面一些 比较 社会上复杂的比起来 我就觉得哦 一点点小事情 他就真的就是很容易满足 我觉得这是 让我觉得 一直觉得做这个工作 是 可以继续 对对 其实有很多人啊 社会上很多的一些人 到现在还是有一些观念 会认为说 如果把家里的老人 带到长照机构里面去住 那就是去那单室啊 还是有 还是有 不是有 是真的有 我知道我 我前几天才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去医院 我在那边等排队 要抽血检查的时候 旁边就两个老人家在那边聊天 说阿姨 林港 可能叫他们 嫌甩去老人家 老人家 那不能去啦 那去都单四的啦 其实那时候我听了这些人 我很想插嘴进去 可是我想算了 我就继续听 那应该是我们努力还不够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蛮多家属都有改观了 是有哦 对有有有 确实有改观了 那么像你经营护理师家 你需要的团队成员要有哪些 对 我觉得团队成员有很多 其实不是光我们负责人 像护理人员嘛 那造福员我刚刚讲他是最大众 造福员 那当然在药物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药师也介入 老人家重复用药 就是这个问题还蛮多的 重复用药 那营养的问题 因为这些都是有些慢性的疾病 所以其实营养是介入也很重要 当然就是吃是一回事啦 但是营养的部分 其实还是有它的重要性 那很多慢性疾病 导致他有一些复健的需求 所以复健也需要 那当然你有自己的厨师 没有自己的厨师 但厨房的配合营养师也很重要 所以其实哈布朗当里面 包括复健人员 营养师 腰师 护理师 照顾服务员 其实都在团队里面 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听起来要成立一间护理之家 就差不多像在开一间医院的 是我觉得 而且也除了开一家医院之外 其实就也是进一个家 因为柴米有些酱醋茶 还要准备菜 吃的好不好 长辈能不能到底营养师 东西可不可以吃进去 这些还是有一些争议点 我觉得团队成员 其实在机构里面是都需要 所以是不同的专业互相要尊重 像一般来讲的话 这些人员 你刚刚讲的 包括像你在经营这样一间机构 你必须要管理这么多的人力的时候 你必须要注意些什么 要让人家觉得说 你这间护理之家很有品质 总是你在看 美国总是不同的吗 对 其实有一部分 其实各别 大家的专业都够 其实经营护理之家的人 大概像品质 大概都专业都够 可是我有点比较会特别要求 这是我比较常用的是同理心 那同理心延伸出来 其实如果说我们是在机构 比如说我们会要求 不要在团队里面讲 你们造福员 我们护理师 你和你书 你造福员 所以我觉得 就直接就是我们 或各位 大家 就是在机构里面 其实不要一直你们 你们你们 因为你们 就是要当成都是一家人 我会觉得 这个部分我们在氛围上 我会比较要求 你会营造这样的一个气氛 对 那在跟家属讲话的时候 也不是说 你妈妈今天怎么样 我们可能把你去掉 就是妈妈今天怎么样 妈妈今天睡得不错 中午吃了半碗饭 还比昨天吃得还好 我觉得这个 有一些小细节 就是这个氛围 要把它制造出来 我认为 因为你们跟我们 其实就会有一个差距性 尤其是在我们里面 大众都是服务员居多 我觉得以前到现在 其实有些服务员 他会自己觉得 他自己是 在机构是属于比较 第一等的工作人员 我倒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护理专业 有护理专业 但是服务员 他有他的专业 你要让我们去抱老人家 去洗澡 去做一些 换尿部移位 我觉得非常辛苦 我会比较在意 其实团队成员都一样 只是职务工作上不一样 我常在机构 人家会说 你是执行长 我都会觉得说 我不想人家这样称呼 我希望是出去一个称位 我是说大家都是工作的 我不喜欢 也不希望在机构里 有去分层级 包括我们的外籍看護 大家都有请 我也不会讲说那是外劳 我会希望我们同事 讲那是外国朋友 所以有时候就说 你们外国朋友 外国朋友 我是因为他们很远来 然后来这边帮我们工作 我会比较希望这一点能 就是稍稍注意一下 可能大家的氛围 工作上 不是说你让叔叔说的啦 不然就说你们服务员每次讲都讲不听 类似这样我比较不希望这样子 对对 所以我想在护理之家里面 在长照机构里面 最怕发生的事情就是 虐待或殴打老人这件事情 那可是呢 你在你所请的造福员嘛 比如第一线去接触的就是造福员 那你如何知道说他不会去做这个动作 其实这个动作可能是情绪一来 一下子就出现了 那么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或者是说你如何要先事先去遏制这种事情去预防 好我这样说就是说 其实每个员工都有压力 对 那当然他的压力没有办法释放 他可能就会转嫁 比如说我今天觉得主任做不好 我讲了主任 主任不可能来讲我 主任就讲护理人员 护理人员他可能就讲了服务员 服务员可能讲了外 我刚刚讲外国朋友就是外籍 那外籍他也不可能反驳 所以他可能有些情绪会 转嫁在老人家不能说话上面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预防 就是尽量的就是这个工作氛围 不要有一些不好的 没有办法出口的地方 对因为你一个人也不可能去跟 假设说你今天你们会之家里面 有可能有20个工作人员 你不可能分身20个人都在他的身边 所以我觉得抒压 源头的抒压是很重要 先把压力卸了 那如果他都是怨气 我想他对老人家讲话口气也不好 比如说我今天被我老公骂 我可能待会就骂我儿子 其实那个情绪是一个循环 我认为啦 就是说尽量不要把这样的一个压力 去让他延续下去 第二个就是在此教育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其实长辈有一些观念 跟家属有一些观念 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比如说我们拍长辈的脸 比如说他不吃饭 就说吃饭吃饭吃饭 可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家属就会觉得 诶你怎么在打我 我觉得有一些动作 也是要教育同仁避免去做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怎么像泄压 不要把一些压力一直传承下去 在这个工作的氛围 第二个就是在此教育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避免 避免这些动作 让家属造成一些误会 是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 所以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你在机构里面会 帮同仁输压 然后还有做在职教育的一个动作 那么在职教育呢 你会做的一些什么样的在职教育 可能人际关系啊 沟通协调这些 我们都可以来谈一谈 对 但是我可以 我比较想谈的就是那个输压那一块 其实后来这几年 我们也慢慢知道 这个输压的重要性 所以包括 想大家聚餐都有嘛 员工旅游 那我们比较提的是 其实我们这几年 就是一直在 不管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 我们就持续办 所以我们满五年以上 其实我们就有补助同仁 就出国玩 对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那国内的部分也就是 利用不要假的 也是出去走一走 那包括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 在机构办 比如说擦花 请老师来交擦花 中午我们员工先擦 擦完之后下午给长辈擦上擦华课 那还有就是像秀霞有跳舞看肚皮舞吗 我觉得他也是很棒 那我们单位也有办 也差不多三年有一个 我请个老师非常棒 就是跳单人舞 不用双人 就单人舞 就跳舞给老人看吗 不是上课 上单人舞的课 帮谁上 利用中午 我们员工上 帮员工上 对 哦 上跳舞的课 就是 呃 单人舞的课程 就是老师来帮员工上 那员工 做一个按摩 那你可以利用中午的时间可以去疏压 就是我后来想到这个方式去运作 哇 那真的挺不错的哈 在你那边当员工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教哦 你也可以自己教我还没有办法自己教 是啊 你也可以来我们 你也可以来我们机构 就是让大家找他自己的兴趣 然后培养点兴趣 然后可以抒压 我觉得出去玩很不错 不一定要光吃 我们同事还蛮爱玩的 现在开始 好像我们不出去玩了 我今年比较忙 大家都自己出去玩 出去玩回来之后 大家的好像 好像心情也很好 然后视野也不一样 服务的态度好像也比较好 就是回来 出去玩回来之后 就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是这样听起来 就是心情也放松了 所以你就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员工的心情好了 那当然他会 更有电力 更有充沛的火力去照顾 我是这样讲 对 就是不要一直负名 怎么昨天交代你这个 你怎么没做 然后他就说 我昨天交代 一般没做 一般又说交代外劳怎么没做 就你一直在循环 那如果一个好的氛围 就会 就会带给这个工作的职场 甚至长辈跟家族 我觉得就会 那个氛围就会好一点 所以我就是 索押的方式 很棒 所以听起来 一个机构 的领导人 就是负责人 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一个机构的负责人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它所带出来的一个氛围 就会营造出不一样的一个机构的文化 所以你一般来讲 机构的负责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我觉得正向很重要 我觉得正向很重要 对 我觉得什么事情 就是一定要带领同仁 就是最坏的过了就是最好的 然后呢没有听听都好 但是过了就好了 过了就好了 我觉得啦 就是最差过了就好了 所以就是会越来越好 那碰到问题 我常会讲 有时候很大的问题发生 我觉得也OK 因为你下次就有 如果你这是第一次 你压力很大 可是你有第二次第三次 你就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正向很重要 所以你觉得像目前经营 长照机构里面 刚刚讲到遇到 可能就是说有一些贫贱的困难之外 那你会觉得 面对家属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去吗 会哦 会哦 比如说 你怎么能处理 我们要先讲说 其实有些家属大部分都很好 其实家属 我觉得家属有时候都会知道 哦 你们好辛苦哦 然后就是 你们已经很棒了 我觉得 我会告诉家属说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同仁讲这个话 不一定你要跟我讲 因为我觉得家属的一句话 让我们做起来 其实 你讲那句话对我们来说 也不是加薪 也没有什么好处 可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精神鼓舞 但是 讲另外一方面 就是少部分的家属会认为 嗯哼 嗯 讲这样不好 我觉得 不要有那个花钱 就是大爷的心态 嗯 你讲出重点啦 所以因为 照顾长辈不是 你付了钱 就可以算输的事情 嗯 我觉得家属要跟我们一起 照顾 不是说 我付了钱 怎么这个今天没怎样 这个今天没这样 这个今天没这样 嗯 我觉得 这几年我开始有点 我认为就是说 你送上门 给我们照顾 这样讲好了 就是你委托给我们照顾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照顾 但是我慢慢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 那我的同仁 为什么 要去面对这么大压力的家属 而且是屋里的家属 我开始会思考 你是不是适合在机构照顾 你是不是适合回家照顾 嗯哼 我会开始思考 是 以前我不会 我以前认为说 你只要来了 我们就用心照顾 我们就是必须要去接接受你 接受承担你给我们的一些负面的 但是我觉得某些个案 我们好像不应该这样 嗯哼 对不对 因为不能 对啊 因为我觉得 这样子我们员工压力非常非常大 而且非常不合理的时候 我开始在思考 我要去面对 嗯哼 我觉得这个我会 我会希望 我就想说勇者无拘 我就是要面对家属 告诉他 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 就是说 也要告诉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 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个需求 把家里的长辈带到长照机构去的话 其实真的是不要认为说 你是付钱 所以你就要包山包海 的意思是吗 好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 用一种态度了 就是说 我虽然是把长辈带到长照机构去了 但是你也要一起跟着长辈去那边 呃 跟着他一起照顾 一起照顾他 而不是去到那边 认为说这些都是交给你们啊 你你家属都不用做了 对 呃 其实是应该要一起去参与的意思 对 对 休想要举个例子 像现在父亲也要到了吗 对不对 机构都会办活动 那我们邀请家属来一起 跟我们参与父亲的活动 机构也很用心 可是有些家属不来 其实长辈平常他是心情情绪很 很平淡的 可是可能家属没有来 他心情就不好 他不是生病了 他不是身体 他不是发烧 他可是晚上他就不吃饭 对 为什么不吃饭 因为其他的家属有来嘛 所以阿公你是怎么不来吃饭 对啊 你是怎么不来吃饭 没了没了 到最后才知道嘛 嗯 就是说 其实 你准备很好的 丰富的菜肴 对 他不想吃 为什么不想吃 因为他家人没来 所以 身体的部分照顾我们OK 可是心里那一块 嗯 不是我们准备多好 加那个同仁表演什么节目 或者是怎么样 说阿公来吃 好吃好吃好吃 嗯 可是他为什么不吃 家属的 家属的这一席地位 我觉得非常重要 所以 长照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要一起 就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在护理之家的人 虽然刚刚讲有那么多的团队可以取代您在你的父母亲的地位 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在长照机构里面对所有的住民就算是再好的照顾都没办法去取代亲情 是是是是是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取代亲情还有就是说有一句话讲了每逢家节必失亲所以平常可能还好可是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比如说父亲节啦母亲节啦中秋节啦过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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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那家庭的 隔壁临床的那家属都有来结果他都没来所以他会感觉他有一点点感觉他会用一次啊是是是是所以说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说其实不要认为说你花了钱送到机构去你认为所有事情就是要机构去包上包海去取代其实不是是你虽然把它送送去机构但是你还是要是必须是继续参与的对我常常都像家属说哎你家住哪里啊你时间可不可以常常过来 我们是我们不需要您就是带父亲到外面去餐厅奔波但是我们帮忙就是这个部分做了但是我希望家属也要很踊跃的配合我们一起我们有心嘛家属也要有心嘛对不对OK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三点四十分了现在在线上接受阿霞访问呢是我们高雄的博政护理之家负责人兼执行长家本应在节目线上接受阿霞的访问我们中场休息一下喝一口水 进个广告亲爱的你不要走开下一个阶段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内容休息一下进广告 每次给你所有该有的保养成分给男人幸福的人生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霍波0809-092-898 世俗都变 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需要 身体在欢乐 所有的欢乐在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要跟你们大家分享就是这点活用文 我们如果要睡之前活用让自己的完整在住 做生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本辉给你的鸡鸯 空窒335私利335 从生完小孩抱着上下楼梯 现在走路变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纪大了吼 走路很不舒服 保养变得很重要 叉的葡萄糖酸产品 讓你随时更方便 全用来自纯净无污染的纽西兰奇基之辈 轻口一倍萃取物 现在葡萄糖庵MSM关护乳膏特价游会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阿乐我想租车带家人出游 你有好建议吗 那就找全球租车啊 全球租车是外交部指令厂商 全台专业附驾各种车种 包含旅车轿车休旅车 大巴中巴小巴 全球租车公司应有尽有哦 哇那实在是太棒了 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咯 商务接送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就叫全球租车 电话07 813 3402 813 340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你继续回到快乐阿霞的节目现场 快乐阿霞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 三点到四点播出 我是节目主持人蔡秀霞 今天在节目线上接受阿霞的访问的 特别来宾的是我们高雄非常有名的 博征护理之家的负责人兼执行长贾本音 在节目线上接受阿霞的访问 本音是一个真的是非常资深的 护理之家的经营的负责人 真的 资深资深 所以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你目前经营护理之家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很想要来开 在外面看人都觉得做这行业好 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 让我们现状的人听一下说 因为没有经营人不知道 那个图点在哪里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 现在经营机构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困难是什么 其实我刚开始一直谈就是人 我觉得人是很重要的 没有人 那还有就是说 我认为您本身就是要跟相关行业有关 如果您是只是想投资 对 我觉得会有困难 对 因为毕竟 毕竟其实会有人还蛮单纯 或者说 一般的人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想要赚钱 其实是有困难度的 然后 如果是用一般的管理来管理一个护理之家 我觉得也是会有一些困难度 毕竟行业不是不一样 所以其实真的还蛮多 蛮多人在问 就是比如说前阵子有人说 去大陆可能 可能开个什么 赚了一点钱 回来看 台湾长照 哇 这么多 做的很不错 我们想来问问看 来开一间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同业之间 其实也大家 不要说互苦托子 就是互相加油打 其实也碰到很多很多的经营上的困难 并不是所向外面想象的 对你觉得经营机构目前来讲 当然人是一个困难点 除了人之外呢 我如果想要来开一间的话 对因为现在也讲嘛 就是其实它的法规也越来越远渴 像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消防 是 对这几年因为也是很多机构 发生一些火灾的事件 那也不断的要求我们 除了硬体的改善 其实我们这几年大家都知道 就是连评件都要跑消防 这是跟医院不太一样 就是说 当天评件 我知道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我认为就是 当天要做一些文书 做一些报告跟检查一些文书作业 然后早上一开始 就是一开始就要先跑 跑消防 跑大家都很累 然后进去做报告 我觉得 就是要求是好的 但是可不可以再思考一下 这样的部分 因为在医院这么大评件 也没有在跑消防 是不是可以就 地方政府来要求就好 而不是说 评件 也是包山包海 包评管 包报告 还要包你那个消防 当天都要做完 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是可以接受 但是不太认同 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那天也有跑吗 你那天也有跑吗 当然有跑 是不是跑完不好报告 我们现在在直播 OK 然后 聊天啦 我是觉得 就是 没有说不好啦 我是觉得没有不好 可是 可是 就是 很多很多的困难点 不是 不是各位所想象的 这么简单 有钱 有人 就OK 只要有钱 就可以开的概念 如果你想用这样的方式 就来经营一间护理之家 或者厂照机构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用这个点去思考 非常行不通 非常行不通 你就会常常以后 当我们同业的时候 就常常打电话来抱怨 或常常打电话来 啊 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都有困难 其实 应该这么讲 想一想看 在台湾经营 很多的行业 真的 你想想看 有哪一个行业 真的是 包山包海的 任何的单位 都来管你的 你经营厂照机构 什么单位会来 第一个 公务局 社会局 公务局 消防局 卫生局 消机会 卫生局 还有呢 其实那个拆除大队 那个 拆除大队 卫健的也会来 卫健的也会来看 你能不能做卫健 对 所以说 真的耶 你如果说要经营厂照机构 你看 必须有这么多的 工部门会来管理你 所以 我们刚才这样讲 其实工部门来管理 为了人的生命是没有错 我们还是要肯定 他们也是很辛苦 但是 从某些方面就是我们 那我们现在谈的是说 你想要用 不是要有钱就来经营 护理之家 你就不要有这个概念 来经营 你要知道你要面临 你开下去之后 你可能会面对这些 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些问题 我会比较建议就是 你本身还是有点医护背景 就是机构负责人本身要 我觉得隔行真的是 或者是跟我们有相关 因为长照不一定要护理人员 可是护理之家的负责人 不是一定要护理人员吗 是是是 对 我说但是长照机构是没有 但是医护背景的话 我是说 真的就是隔行如隔塞 所以您的意思说 其实要经营护理之家 最好是护理人员本身来经营会比较好 对但是刚刚也讲 如果你是护理人本身 就是你要再去 对但是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真的 现在要开一间护理之家要很多钱 不简单 我觉得不简单 那你去去一个护理人员讲实在一句话 真的要筹备很多那么多的钱 除非后台 没有啦 OKOK 就是说 嗯 我们还回来 回来 所以 困难度啦 应该是说 是困难度 困难度可能会蛮多的 真的 所以现在20年后的经营跟你 20年前的经营其实是差很大 就要慢慢调整啦 慢慢调整 我们也是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调点 就是持续要 持续要成长 持续调整 然后持续的跟着政府 跟着同仁 跟着家属 就一起都要改变 是 觉得都要改变 所以像您刚刚讲的 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做长教机构 你现在遇到最大困难点 就是人 我觉得人很大的问题 人包括了 你的工作人员 包括了住民 包括了家属 对 尤其是 好 我们这样讲 最近的造福员 应该不好找吧 以前我们家 当然是不好找 以前我们家 没有不好找的问题 因为我们自己有上 造福员的训练课程 可是 现在很多都去做居服员 是 对 或者是有更多的选择 是 其实在机构的照顾 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这两年 也碰到有问题 就是 造福员确实是 不好找 不好找 这个是事实 然后以前找的同仁 也因为二十几年 可是我现在 我原来可能四十岁 可是你今年二十二年了 你可能已经六十二岁了 也快要退休了 或者是他就转 我们的居服单位 我们今年也开了一个居服单位 就转居服单位 我们也希望 他们的专业可以延续 居服就可以说 我可以不用排这么多班 可是这些年 就是我说 他四十岁进来我们单位 今年已经二十二年 六十二岁 其实真的在机构做事 也是非常辛苦 所以到底有没有新的人 在加入 这一点我们现在 也在慢慢思考 但是大家也知道说 其实现在 护理之家人力成本 也非常的吃重 真的 对 非常的吃重 包括外劳跟本劳 就是薪资不脱钩的问题 是 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还蛮多蛮多 可能有时候也不太方便讲 但实际上存在的问题 我觉得 对 所以问题是蛮多的 问题在护理之家经营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困难 所以成本可能也 也会增加 一直在不断的跌高 对不断的 不断的 那么你成本跌高的时候 请问一下 那你的收的照护费呢 是 有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个就是要小抱怨一下 其实我们刚刚是也很爱护我们 也是很爱护我们 就是我们订的一个费用是有一个费用在 有一个Range 对对对 就是你不能超过那个 最高 对对对不能超过 最低 最低好像没有吧 最高不能超过多少 最高不能超过四万五 四万五 也就是说 或许对某一些家属来说 四万五真的很高 可是如果在目前这个能力的成本 或者是你设备成本不断的增加之下 就是就没有空间了 没有空间 就是如果有个家属就是他想要单人房 或者更好的能力配置比在机构 就不行超过这样的一个金额 可是那你认为说 你的收费要高于四万五吗 才会有这个成本吗 我是觉得说 你才有办法经营吗 应该是说需求不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人的需求不一样 你今天中午想吃面 我想吃饭你想吃自助餐 我想吃那个 都可以饱的 大饭店的自助餐 他的需求不一样 对所以机构式的需求 并不是说 从两万五到四万五之间 而是说 是不是可以在一家机构 也有一些适当的一个需求调整 但是政府就是 目前就是四万五就是最高 不得再收 不能再高 对对对 就是有些家属就是他想要 可是也不行 所以我们讲说 机构化不要机构化 还要去机构化 那这个部分也没有办法去机构化 因为我想要就不行 你想要就不行 我想住单人房 可是单人房有单人房的成本 那最多你只能收四万五 那我可能业者就考量 单人房的配备可能超过四万五 所以说实在一句话 讲实在我们再来站在家属的立场 假设说今天 一个病人 一个住民住到机构里面 一个月要付到四万五千块 这个讲实在对一个家庭也是一个负担 对对对 但是最近还蛮好 就是政府也开始补助住宿型的一些照 我们去年到现在还蛮多长辈 有拿到住宿型的一个补助 2.0的补助 对我觉得这个对家属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对对对 所以说实在一句话 这个长照2.0是真的造福了蛮多人的 可是还是很多人不知道长照2.0在做什么 对 所以您必须要去清楚的了解长照2.0 这个就是要听阿霞的节目 因为阿霞会找不同不同的专业的人来这边 这样才不会失去你的权利 这是你真的你的权利 你不要去 因为你可以去申请这个福利 为什么你不去申请呢 这是你的福利 对我觉得政府这几年确实做的很多 然后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享用这样的一个福利 对真的真的 所以你在经营机构的时候 我在想啊 你觉得你应该很期待 家属要怎么跟机构配合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照顾 对我觉得就是要一起照顾 一起努力照顾好 一起就是其实这就是together 我们要一起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一起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那种家属都不喜欢来看病人 来机构看他的长辈 然后他很少来 反而经常来的那种 我觉得他会知道整个注明他的情况 可能他的身心的变化 可是那种久久都不来的突然之间你可能一通电话跟他讲说 这个宝宝现在状况怎么样 他就会很生气 那这样 不是好好的吗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还碰到一个真的 家属已经到门口了 然后就打电话 替我们书记下去收钱 都到门口了 都到门口 还是不愿意上去看他的老人 就是说就是请您下来收钱 然后拿上去 就是个案啦 我们真的希望就是照顾长辈是一起做 一起 一起我们可以一起花点时间 那有时候我都会想说你现在其实你做的你的小孩都会看 当你老的时候你的小孩也会这样做 我都会这样想 现在你关心现在老人就是关心未来的你自己 没错 所以可以聊一下说 因为节目剩下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聊一下您对机构未来的展望 其实我们因为成 我们大概这八九年都是 就是成盟大家也都很照顾啦 我们就是都是满床的状况 但是今年我们有做一个调整 因为是政府真的也在滚动 我们以前其实这种不用担心 大家就是排队登记进来 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外展 那今年是有一个机缘 就是机构经营有点改变 所以我们这边大概也就开始做了一个居家服务 跟日间照顾 所以原本的机构是照顾延伸日间照顾跟居家 日间照顾是daycare 就像那个拖老中心 就是白天来上课 晚上就回家睡觉 其实很多长辈不一定是一定要20小时住机构 所以就是延伸了一个日间照顾 那延伸了一个居家服务 就是到家里去照顾 所以我们的人其实他的需求可以 我到你家照顾你因为短暂 需要可能只是身体的清洁洗澡吗 还是做一些家务的处理 那或者说不行了 我们到日间照顾 真正需要的是我们在机构照顾 就是我们有做了一个 就是有全方位的不同的一些方式 希望可以就是讲到博震 就是这个部分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3点55分46秒了 时间接近尾声了 今天接受阿霞访问的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高雄博震护理自家的负责人兼执行长 贾本音在节目线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跟收看 下个礼拜天下午3点到4点 同一时间记得马上跟我们连线 等我回来 拜拜